妄想是假的 分别是假的 执着也是假的 你何必要认真 你要认真把假的当作真的 这就是出不了六道的原因 六道全是假的 没有一样是真的 佛在经上讲得好啊 讲得透彻 现在人 迷了 迷得很深 迷在哪里 迷在财里头 哪个人不贪财 财是假的 你带不去啊 你知道吗 你晚上睡觉睡着了 等于死了 哪一样东西是你的 这个地方是我 我天天晚上睡觉啊 每天晚上提高检救 没有一样是我的 所以呢 这一切都放下 我常常告诉人 你身上带的钱是你的 你家里放的钱不是你的 银行也不是你的 你带的 你穿在身上衣服是你的 没有穿在身上放在家里都不是 这是真话了 要认真去多想想啊 那再想到最后 这身体不生活 那你就入佛法了 所以佛法入闻不简单的 头一个 要把身见放下 不执着身生活 你才能真虚脱环骨 虚脱环是小乘粗骨啊 佛法小学一年间 条件是什么 身间破了 边界破了 边界是两边对立 对立的念头 没有了 你不会跟人对立 不会跟事对立 不会跟一切万无对立 对立没有了 你多快乐 你多自在 成绩没有了 好啊 成绩没有了 才能随缘呢 横顺众生 随喜功德了 不执着自己的 想法看法 为什么 自己想法看法 是假的 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能够接受 别人的见习 而且对别人的建议的时候 有真正鉴别力 就是他的想法看法 是正确的 还是错误的 我们自己 有看法 是拿自己做标准 自己没有标准 才是真理标准出来 真智慧出来 有能力辨别 所以 看破 帮助我们放下 放下 又帮助我们看破 从初发心到如来地 一步一步向上提升 这是八万四千法门 念一句佛号就解决了 这叫顿超 圆修 圆修圆正 顿超 所以静宗是顿超 比禅宗还有保护 禅宗不容易会掉下来 静宗这个往上提升 他有佛菩萨价值 有护发神保护 你不会退转 最后 南方